Countive的结果做出来,两个范围比较 这两个范围发现就是 这边有很多E的话表示是它有出现 0的话表示它没有出现 所以我如果只要留下E的部分 因为我要找的是它在黑名单里面有出现 而且次数是超过一次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E留下来 然后把0去掉 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使用所谓的筛选 筛选的位置记得是在这个上方是资料 资料里面有一个叫筛选就这个功能 那这个功能基本上顾名思义 有点像漏斗 意思就是说假设里面有0和1 那我只要留下E的部分 所以按确定 这个特别注意 你游标要先放在B1 按下筛选 按筛选之后的话 它这个时候呢 特别观察一下 它里面有哪些变化 特别注意这边会有一个什么 一个这个有点像是下拉清单 有点像你可以下拉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假设你要针对的是B栏里面做筛选 你就点选那个就是这个箭头 它会出现说 那你要留下的是哪一个 有没有 是全部呢 还是1呢 0呢 还是1呢 我们要留的是1的部分 所以你就把0的部分点打勾取消 这个时候它就只留下1的部分 OK按确定 好 那你会发现呢 它这个时候呢 就只下1 那特别注意 因为底下还有啦 只是说因为笔数太多 不用做那么多啦 只是说因为这个 这个范例我刚刚讲过 是某一位同学 这个在 其实在职场上面工作上班族 那它遇到了问题 然后呢 接下来我要把什么 把这些1的部分 放到查询结果里面来 那怎么做 特别注意 游标请你放在A2 然后把它全选起来 全选最快是Ctrl Shift向下 这个之前有讲过 Ctrl Shift按住 再按向下 然后你把它复制 就Ctrl C 复制起来 这样子呢 它就只会复制是1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你就把查询结果这边 我把这个旧的删掉 贴上就可以了 Ctrl V贴上之后的话呢 那它就会帮我把什么 把刚刚复制的东西 贴到这边来 OK贴过来 Ctrl C C 这边的话呢 就把它Ctrl V贴上 这样就过来了 那你会发现 里面是黑名单的 大概就27个 就是这些资料 那我们一下子很快就可以把它做 做完之后记得 再把这个筛选 因为它目前筛选状态 它只会留下 那如果你要恢复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直接再按一下筛选 按一下 它就又恢复了 恢复回来的状况 OK 那我们就很快的就可以把那个查询结果给做出来 但是呢 其实如果说 那如果假设你隔天 你又有新的新的查询资料又出来了 那你每次都要再一次 所以最好的方式 你可以 在后面怎么样 做也许 其实两个就好了 一个按钮按下去 就是如果你查询名单更新的 它又马上帮你把那个 结果又找到 那一个是把资料给清空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要延伸 其实就是延伸到VBA部分 那VBA部分的话 那你要写蛮多东西的 只是说 有没有比较简单 就是你也许不用写那么多 大概 如果不写程式的话 你可以利用什么 我们之前讲过 你可以用录制聚集的 所以这一题的话 大概也不用太复杂 我想你们就把开发人员里面 录制聚集稍微复习一下 把刚刚的动作 再做过一遍 然后确定如果 查询名单如果更新 它也能够更新的话 那这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个地方 把重点回顾一下 E你游标放这边 资料里面的筛选 再把这边的E留下来 把这个范围 Ctrl-Ship向下贴过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